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 下一个小不点 闪亮登场 欢迎你 来 别帅 这一看就是来了个功夫小子 来 先向大家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叫李维帅 今天死岁了 我来自辽宁安山 谢谢大家 看样子 功夫不浅 所以咱们先不说别的 先给大家露一手 打一套拳 好吧 动物 the world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we know 我摆 很有气势 告诉大家 你接触武术 我多长时间了 十六个月 小子 十六个月 就练那套小红拳 对 什么呀就对 他说你十六个月 就练了一套小红拳 你还有没有别的 露一手 简单一点的 别处杂的 一会儿 他万一要让我上去呢 有 上刀 什么 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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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工战监其汉 逐酒银行斑 宝江战虎设计 才是好而难 好而难天地宽 横道里马渡观山 观山万里加长风 风霄少林冲九天 几天下不放松 那个 兄弟 那个咱 我是说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你知道吗 这比刚才那还难了 简单一点的 有没有 有 来个简单点 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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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我走 我会让你被你 我会让你 那是 好像 有没有 我像 我 会让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简单一点的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有吗 伤木板 伤木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 请你放一个门 不会让我躺在板上吧 不是 你放我板子板扶住后 我试试 你要干嘛 我要击碎它 没有什么危险吧 没有 我说我 没有 你没有 我没有 你呢 我也没有 只要你板着我就没问题 咱都没有 就板有危险吗 板也没有 那咱干嘛来的 怎么拿 这么拿 你听我说 叔叔岁数大了 我帮你拿板行 就这个 这个就别来了 好不好 我这裤子也不合适今天 我怕一哈就插 张伟叔你拿错啊 我用我的气功击碎它 我用我的气功击碎它 我保证找不着你 你前面能不能不要做那么多准备工作 你不要做那么多准备工作 我害怕 行 快点行不行 行 这玩意儿 这过程越长我越紧张 就咱就嘎巴里头碎 就赶紧来 你别在那儿又运气又干啥 行 张伟叔叔拿错 可以啊 小子 那块板咱还来不 来 还用掌吗 不用了 不用掌了 不用掌了 用脚 这回怎么拿 我放咱一样这么拿 好 我这 就不来了 来 张伟叔叔 这回扶住 这可是我的真缝缝 可不是脚气 好 张伟叔叔拿住 我先谢谢你这脚气 这不是脚气 这是真气 真气 真够不够 来 来 来 就是说这回扶住啊 这回扶住啊 我没看清 我没看清 你还没再来一遍是怎么着没看清 是板碰上你了还是脚碰上你了 都碰上了 都 完了 内伤 我估计是内伤 我的天 内伤 小费 你敢不敢你拿板我来一下 行 行 行 我就说 你来我试试来 行 拿住啊 拿住 你拿住 不能撤劲 你把话筒放下 行 你给拿住 真不行 这个是真的 这呀这个是真的 这个很厉害的 这板也送给你留念呗 加上那俩碗 再来一块板 我就能包饺子了是吧 行 小费 我记住你了啊 你家哪儿的 你家哪儿的 辽宁的 辽宁哪儿的 安山的 安山哪儿的 铁锡的 铁锡哪儿的 你害怕了 你敢抱抱 抱抱门牌号不 敢 敢啊 哪儿 不知道 赶紧回到嘉宾洗衣服 否则我们又要上刀了 你知道吗 这我们这小伙子 确实是伸手不凡 我们有好多什么奖状啊 证书为证 关键我要补充的是什么呢 不仅我们有比武 参加武术比赛 取得的这些成绩 咱学习也不错是吧 对 那个告诉大家 你现在这个 在班上担任什么干部 就班上体育员 喝 喝 这是班上最大的官了 那你告诉大家 你期末考试考第几 全班第二 全班第二 不错呀 这是拔尖的嘛 数一数二的 可是你还得告诉大家 要是时光倒退回一年半之前 你学习成绩是多少 第几 一年半前 期末考试得日 取全班倒数点 倒数点 一年半以前 对 那一年半以前 除了学习成绩那样之外 咱还有什么缺点呗 爱妄人 爱打人 素杖妄 我天哪 这是一年半以前的事 可是现在我们看 这小伙 这都当上班长了 和体育委员是吧 是 这学习成绩怎么就从那后二 变前二的呢 这怎么回事 你总结一下呗 因为 爷爷送我到李馆长这里 习舞 李馆长教育我 关于我 晚上天天念这几句话 未能学武先约理 未能习武先义德 祝老二又讲了名 懂礼貌 我就一点点地改正过来了 真不错 真好 那我现在特别想认识认识 这个教你习武的这个李馆长 和把你送去学武的你的爷爷 来咱们请文帅的爷爷 还有李馆长上场 官女好 欢迎两位 馆长您好 刚才这文帅说了 就是一年半之前 和现在的文帅 判若两人 当初您见到这个孩子 真的像刚才他所说的这样 是一个 类似问题少年那样的感觉吗 刚才说确实很骂人 大爷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 练功率的时候 还稍有其他的小朋友 是最终导致 我不管很多学员 和学员的家长 背后上我摆 提一下 所以官长一个 别收他 这影响咱们孩子 给孩子给打了 就是我跟那个爷爷我就说 我说咱俩做个配合 我上黑脸 你上红脸 就这样 然后到我午安以后 跟其他的家长也会说 我说我不能排除这些孩子 他很苦 妈妈两年 应该现在说两年前了 其实三年了 癌症去世 现在爷爷好像 我听说您是一个人 带着小孙子呢 是吧 他奶奶 他奶奶也不在了 两个月前 他奶奶去世了 他奶奶在家卧床十多年 当时吧 刚才爷爷说了 在孩子小的时候 父母没有工作 爷爷和奶奶一看 就把孩子结家来了 说我不用你们管了 因为父母没有工作 打零工 确实非常困难 可以说是家族势必 在四十平嘛 一个房间里头过日子 然后这时候 有一个朋友 送过五碗一个冰箱 说他家也没有啥 因为本身就不富裕 晚上做饭吃不了 还都坏了都愣了 夏天也知道了 我就把这个冰箱 就送给爷爷爷了 然后夏天那时候 孩子一看 这孩子整个身上 就全是废的 你问孩子 我说你家没有空调吗 没有电风扇吗 说电风扇也没有 我说当时 哎呀这孩子 确实很苦 我说我再没有钱嘛 我买个电风扇 我还可以呢 我说呀我买个电风扇 给他送去了 说这样的孩子 我觉得我更有责任 来去帮助他 改变他 今天馆长和爷爷都来了 你看在现场 我们大家还见识了你的真功夫 而且听到了你学习成绩 已经有这么大的进步 特别为你高兴 我猜你也有很多话 要对馆长 对爷爷讲 谢谢爷爷的培养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好好练功 谢谢爷爷 谢谢馆长的培养 我会更加努力 好好练习 长大以后成为国家动力的制裁 好的 谢谢你 那你告诉大家 我给你设的那什么任务和目标呢 馆长给我的任务是 考上体育大学 北京体育学院 武术记 把我传承下去 发言过的 这是馆长交给你的 任务 对 那你告诉大家 你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有 相信我们李文帅的小朋友 未来不是梦 加油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下面这个表演环节 那就是小不点 大能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是有神功 中一些雄众 豪荡英雄气 赤诈无名同 豪荡英雄气 赤诈无名同 豪荡英雄气 赤诈无名同